大貓熊元寶大口品嘗美味的竹子大餐 已经两岁又五个月大的她 却每天还是喜欢跟妈妈 远远腻在一起 由于一般野外的大貓熊 在两岁过后就会开始独立生活 姐姐元仔也在一岁半时 就跟妈妈分开 因此元方也开始启动 元寶独立生活的训练 应该会采渐进式的方式 就是目前就是会让她 可能晚上会自己过夜 然后就是自己一只熊 可能吃饭睡觉强 然后她习惯了以后 慢慢延长跟妈妈分开的时间 元宝的独立训练 也会依照姐姐当年的模式 白天照常跟妈妈一起活动 到了晚上五点闭源之后 再用食物引导 让元宝走到不同的房间休息 学习独立 然后再慢慢增加母女分房的时间 直到元宝能够习惯一个人生活 然后这个过程中会观察 她的财食粪便 还有些行为上 看是不是都正常 那如果她都有慢慢适应的话 就会正式的整个完全分开 但这个过程会 随着她的情况会做调整 原爆迟早要跟妈妈分开 就像小孩子迟早都得改掉 吃奶嘴的习惯一样 才能胜应动物自然的生态习性 以及节奏 元宝母女一起生活的日子 开始倒数了 民众如果想要捕捉元宝 和元宝母女同框的画面 可得把握机会了 八大新闻最后报道 18位玩八方锁定八大名声新闻 记得按订阅开启小铃铛哦